今天我们来开箱一台3D扫描仪 顾名思义就是将我们的实体模型扫描成数据模型 这样我们又可以3D打印出来 而且还可以二次建模特别的强大 它是来自于支向光电的POP二代 我们现在先来开箱 拆开快递盒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包装里面有一个手提便携包 还有用户手册 打开便携包 这里有转盘 还有一个石膏模型 应该是给我们用来测试的样品 这个就是扫描仪了 可以看到它的体积非常小巧 刚好我的巴掌大 这里还有一个支架 这一边还有一个充电宝 它是4000mAh的 还有一个手机支架 在包包的这一侧 里面有非常多的数据线 这边还有标定板 是用来校准仪器的 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3D扫描仪在我印象中 是高科技 而且价格昂贵的产品 这一台支向光电的POP二 它的售价只要4999元起 相对来说还是特别亲民的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3D扫描仪 对它的使用体验 可以说是完全未知 所以我接下来 先打算花一点点时间体验一下 我们稍等一会儿 我已经尝试了一下 这个扫描仪比想象中要简单很多 首先我们用支架连接上我们的扫描仪 然后数据线接到我们扫描仪 另一头接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然后我们将转盘给它安装一下 转盘这里是可以旋转的 将我们要扫描的物体放在中心 这样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扫描环境了 后续我们还可以接上手机 使用手持扫描的方式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简单的 随后我们登录支向光电的官网 在这里我们可以下载两个软件 分别是扫描模型的软件和处理模型的软件 并且我们还可以下载手机端的扫描模型软件 我们先打开这个扫描软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扫描软件了 它整个软件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像头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深度相机的效果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扫描按钮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快速模式或者高精度模式 而且它可以扫描人脸 扫描头发 扫描黑色深色物体 连彩色也是可以扫描的 我们主要是为了获取3D数据 所以没必要扫描彩色 我们点击确认就可以进入到扫描页面了 扫描页面这里有一个开始扫描的按钮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开始进行扫描 然后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扫描仪的位置 我们将扫描仪往前移一点 在这里显示最佳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我们在深度相机这里 也可以看到我们模型的大概位置 然后我们将这个转盘打开 好我们的模型就开始旋转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开始扫描 321扫描中 扫描过程的时候 它会将我们获取的数据显示成绿色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样扫描 通常情况我们只扫描一圈左右就够了 好扫描一圈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暂停按钮 然后来将我们的这个扫描一的摄像头 往上抬一点点 可以看到在深度相机这里 能够拍到我们的头顶就是最佳状态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扫描 321 好它会将我们扫描的数据和之前的数据进行重合 可以看到已经接上了 好同样的我们也只扫描一圈左右就够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结束 点击结束之后我们点击完成扫描 好这样我们就扫描完成了 这里有显示等待点云融合 我们将模型无限放大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多的像素点 然后我们需要将它进行融合 我们点击这里的箭头 也可以调整它的参数 我就用自动计算吧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里 它会显示点云融合处理中 我们等待一会儿 好这里显示点云融合完成 接下来我们需要够网 我们点击这里的设置 可以设置它的质量 我还是想设置更高的资料 这里也可以设置降噪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购网 好它就在购网处理中了 好这里显示购网完成 我们无限放大 可以看到点已经变成了面了 我们的模型就扫描完成了 而这个地方有一些破洞 这些破洞不用担心 我们点击导出模型 然后点击保存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使用 这个后处理软件来解决了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之后这个软件是这样子的 我们点击导入模型文件 在这里选择我们刚刚导出的文件 点击打开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补动 补动的方式有平面切线和三角划分 我测试过切线比较好用 我们点击孔洞检测 红色区域就是孔洞了 我们直接点击应用 可以看到相当的完美 我们的这些破洞全都已经修补上了 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选择导出 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型文件导出STR文件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3D打印机上进行打印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建模软件 进行二次处理 手办内的建模软件 我推荐三款 第一款是Blender Blender上手极其容易 校正也特别的丰富 第二个是ZBrush 这款软件是非常适合雕刻模型的 它特别适合做手办处理 第三款软件是小白的3DP乐园推荐的 这款软件是MacyMix 这款软件我个人觉得特别适合新手 当然你也可以将数据文件 导入到我们工业建模的SolingWorks 也叫SW软件里面去操作 我们可以用扫描仪来获取各种实体的数据 再导入到这个建模软件进行二次建模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这里就来简单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小白老师推荐的MacyMix 然后我们将模型拖入进来 拖入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编辑 比如变形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模型的形状 还可以选择竖形 来改变我们这个模型的状态 在这里可以设置很多方式 并且还可以在上面添加各种元素 这也是特别有趣的 比如添加我们的文字 logo之类的东西 弄好之后 我们再点击导出 导出STR格式即可 我这里就不导出了 我们直接来3D打印这个模型 看一下打印的效果 我们将模型拖入到3D打印的切片软件里面 然后选择一个方向 由于它的底面是填补的漏洞 并不是很平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使用切片软件里的切割功能 给它切割个3个毫米 然后点击切割 好它的底面就很平了 打印就不容易失败了 将打印这个模型应该是需要支撑的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现在切片 好就是这个状态 需要打印6个小时 然后我们去打印机上打印它 好我们打印完成了 先来看一下打印的效果如何 我使用的是PRUSA的FDM3D打印机来打印的 整体打印效果 我个人感觉还是很满意的 如果使用光固化3D打印机 效果会更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原模型 可以看到各个细节全都打印出来了 无论是高度 还有模型的各种特征 都完美打印了 相当相当不错 这款扫描仪 它的精度能达到0.1毫米 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精细的 除此之外 它还有另一款mini款 精度能达到0.02毫米 可以扫描出更多的细节 我们扫描完这个模型之后 再来尝试一下扫描这个模型 这款模型在扫描过程中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有一些区域是扫描不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头发深色的区域是无法扫描的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种方式是我们暂停扫描 然后将这个深度相机的光线给它拉大 可以看到模型这里变得非常的白了 我们再继续扫描 就可以将它头发的深色区域 再次给扫描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要扫描的物体 是这种黑白分明的物体 那么就相当难扫描了 这时候就需要第二种方式了 使用显像剂 这个显像剂一瓶十来块钱 我们找个无人的地方 将它喷一下 我们将黑色区域都喷成白色 这个也是 喷完显像剂之后 就可以成功扫描出我们的模型了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喷的时候喷的有一点多 细节遮挡的有点厉害 所以我们可以用手稍微擦拭一下 大家如果用这个显像剂的时候 一定要少喷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模型 已经完全扫描出来了 特别的不错 如果我们要扫描的物体 是比较大的物体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扫描 有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我们则可以把它拿下来 使用手持扫描的方式进行扫描 除此之外 支向光电的扫描一 还支持WiFi连接 我们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WiFi 而如果我们去到户外 比如要扫描一些古建筑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手机来进行扫描 首先我们取下机器上的数据线 然后我们换成这种1分2的数据线 再将这个扫描一给它取下来 拿出包装里面附赠的 这一个充电宝支架加手机支架 将扫描一先接到顶端的手机支架上 然后将我们手机下载对应的APP 我们打开APP 将手机放在这个地方夹住 我们将其中的一个接口接到我们手机上 另一个接口接到我们的充电宝上 好 这里的绿灯亮了 我们点击设置 可以在这里来设置USB模式 WiFi模式 也可以设置这种精度 我们还是选择着和电脑上一样的参数 然后点击首页 新键扫描 好 点击确定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出现了 这一个界面和我们电脑上的界面 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扫描了 在手持拍摄的时候 有可能手部会有抖动 大家拿的时候一定要稳定一点 可以看到数据都已经成功获取了 这就是我们使用手机扫描的样子 可以看到也是特别精细的 但是在扫描前部分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地方会出现错误 我们就可以使用包装里面 赠送的这些标记点 我们将标记点贴到我们模型物体的上面 它可以辅助我们更好的来获取模型的数据 有了标记点的加持就可以看到 获取的数据就更加的可靠了 所以如果您要扫描更大的物体 这种标记点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手机手持进行扫描 虽然很方便 但也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扫描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抖动 我个人感觉后期可以再来一个稳定器 将我们的扫描仪进行稳定 也许会更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手机端 后处里是没有电脑端更精细的 所以我更喜欢用手机来获取数据 将数据传到电脑上 用电脑来进行融合和购网 总之这一台支向光电的POPR 真的非常的小巧好用 它也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最后我们将扫描完的模型 用清水洗一洗就好了 可以看到它又回到它之前的样子了 由于时尚关系 本期视频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会将我扫描的模型数据文件 放到评论区 您可以下载下来 看一下扫描的质量如何 后续我还会用它扫描 各种有意思的模型 包括人脸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